2020年人口普查 将会影响未来10年政府代表的位置 医疗、社区公共设施等资金分配 请立即上卖2020.census.gov 参与普查 美国新冠死亡超过83,000 关键模型预测死亡数字上升 预计8月时死亡达到147,000 福奇称重开太快 会造成更多痛苦和死亡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称 美国面临经济打击 现代从武先例 面对一波波破产和失业 国会如果不提供足够政策支持 会永久損害经济 纽约St.Peters教堂 因新冠死亡失去44交友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称 新冠病毒可能永远不会消失 俄罗斯连续11天每日新增病例破曼 约升为美国后全球确诊病例第二高国家 南韩新增病例中 约120例源自首尔里太苑夜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